凤凰 方海誓 方卓英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你 东西没送出去啊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愁眉苦脸的 我脱衣裳的事情 脱衣裳 这个登徒子 你就送他个荷包 他让你可以解带 你个方卓英 你每日想些什么 就让你少看些花本子 是科举考试的 要脱衣检查的 我 我怎么检查 我检查不是全楼下 这倒是个问题 要不然 你就说你生病 不不不不 这样 你就说 你之前做任务的时候 受了伤有引急 你才有引急呢 你干什么 我是听说呢 这辈子能成为兄弟的人 以前一定是有特殊的缘分 卓英 我想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脱了衣裳带我去 对 还是 你哥哥我 虽是平日顽劣了一些 但我也有气节风骨啊 那考试三年前我去过了 我现在要再去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你不顾兄弟情分了吗 顾 顾 顾是要顾嘛 但是 但你也太厚此薄比了吧 你对师父就羞于其耻 对于我就不补锦逼 那 你总不能 任我 请师父带我去世吧 而且 都三年过去了 谁会记得你啊 监考的人都换了 肯定不记得了 不不不不 我不愿意 我不去 拖一万步讲 万一你被人认出来了 人家放你一马 不是正好 我才不去呢 卓英哥 不去 真不去啊 当然 既然你不想去 那就算了吧 我也不能勉强你 看来这科举啊 我也去不了了 之后呢 我只能闲在这季风馆里 到处跟人去聊一聊 你在那北小院临近司 让人脸红的事情 方海誓 对不止有脸红 还有什么躲去茅厕 也不知道是怕见谁呢 还是喜欢上谁了呢 海誓 去 谢谢哥 eat 体 назв 体质偏瘦 回禀大人 ガ mg 必须要保持体态轻盈 不能过于笨重 求花香吧 记录一下 下一个 体质偏胖 急禀大人 我练在教 行 谢谢大人 下一个 体 方大人 真是好兄长啊 百忙之州 前来陪考 贵亲在哪儿啊 到了 到 到了 方海誓 方海誓 在下就是 方海誓 方大人 您千万别跟下官开玩笑啊 三年前 也是下官参与了那次会考 您 还得了那一年的魁首呢 你们认错了 那是我的兄长 方卓英 在下 便是方海誓 这 人有相似 物有雷同 方大人 既然已经被陛下点作摄生校尉 又怎会到此开你们的玩笑啊 将军说得是 只是 下官不知 此事该如何处理 既有户籍 能入会选验身 便暂且放起来 是真是假 一事便知 是 方卓英是命官 我是不能碰她的 但若她能一直顶替下去 也是欺君之罪 至于方海誓盯紧他们 看看他们玩的什么花样 随时来报 这是通过好河的评证 方卓英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小点事 别让师父知道了 干吗那么小心啊 师父不知道吗 你以为师父不知道啊 我也觉得师父肯定知道 不然那些人 怎么可能让你通过呢 他们又不是瞎子 这么丢人的事 非叫我去 不丢人还不让你去呢 你 谢谢哥 我跟你讲啊 这日后 你要凭自己的所知所学 去打拼了 放心吧 你们教我的呀 我都放心里了 切勿求胜 切勿求胜 求胜则多疏漏 要求稳 稳则游刃有余 放心吧 师父教你的也都教我了 你当然了 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 但不是别的不一样 我呢 是这季风馆的方海士 方朱的徒弟 你的师弟 我努努力 未必不能赢 好稚气 师父呢 我也好几日没见到师父了 我也想见他呢 想当面跟他道别呢 可能是 外出版差了吧 总之 谢了 去吧 师父呢 师父今日不吃了 让我们自己吃 师父干嘛去了 不知道 也许有事吧 那你笑什么呀 我笑了 你还问我 你笑什么呢 你见了活蹦乱跳的 你说 你笑什么 我 我练舞练得开心啊 那 那你笑什么呀 把师傅身上的玉佩滑落了 也算你有点本事 不过你不要以为 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借骄借糟 不可怠慢 你学师傅的样子 学得一点都不像嘛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